课本1.4这一节 我们再继续看更多几率的基本的定理 定理1.4的话 主要是讲说 某一个事件不发生的几率 我们现在知道 事件A,EventA 在SimpleSpaceS里面 发生的几率 我们是可以用 PA来表示 就写成类似一个韩式 这样来表示几率 那如果说是 A的Complement A的补数的话 A的补集合 它发生的几率的话 我们是可以写成1-PA 这样来写它的 那证明的话 我们就用最基本的定义来写 因为 A和自己的补集合 某一个事件A 跟某一个 跟它自己的Complement 自己的补集合 交集的结果是空集合 如果在这个情况 如果我们同时看它的连集 这两个连集 又是等于 整个SampleSpace 等于SampleSpace 那 因为它两个交集是空集合 所以它们如果同时看它们两个连集的 这个几率 我是可以写成 P-A和P-A的Complement 可以把它分开来写 可是我的 因为我的连集 是等于SampleSpace SampleSpace的几率是等于1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 一个P-A加上P-A的Complement 是等于1 这样的结果 那我们再做一下移向 就可以得到 1等于P-A加上P-A的Complement 做一下移向 就可以得到我们想到的结果 所以这个就是 用来表示说 我如果已经知道 某一个事件发生的几率的话 那我要表示它不发生的几率 就变成是1-P-A 这样就可以了 那再来继续 既然知道这个减号的用法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今天假如说 我某一个事件A 是被包含在另外一个事件B里面 就是我们这个图 上面看到的 我的A 我的B是一个 包含比较多 outcome 比较多取样点的事件 那A所有发生的事情 它就在B 都会发生 其实意思是 相当于说 我A发生的条件 比较严格 所以我只要A发生的时候 AB一定是发生了 可以这样讲 所以A这个事件 是包含在B里面的 那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写成P B-A 这个几率 其实等于 就等于P B-PA 这跟之前的刚好相反 我们之前讲说 如果是B和A的交集 是等于空集合的话 PA和B的连集 会等于PA加上PB 这两个是交集等于空集合 那目前 现在这个 如果要把它写成B-A 是等于分开来写的话 必须要是 事件A被完全包含在事件B里面 那这个其实 我们画图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因为我们如果说 把B-A 其实就是 我们现在加上斜线的这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 其实就相当于PV 整个面积 B的整个几率面积 扣掉BA的几率 这是画图上可以看得出来 那如果说 我们把它的市值 表示出来的话 我们是可以 把B 先把它表示出来 B的话 我们可以把B-A 剩下的部分 就是我们 斜线画的部分 跟我的A 做一个连集 A是里面的部分 做一个连集 那这两块 这两个就是 方向不一样的斜线 这两块 它的交集 它是没有相交的 所以交集是空集合 那 既然是空集合的话 我们这两块的连集 我就可以写成 它的几率就可以分开来 就是我今天 我如果要同时 这两个的交集是空集合 那它们连集的几率 就可以分开来写 那分开来写之后呢 我再做一个移项 就得到想要的结果了 就是我把A移过来 那A移过来 那这个时候 我的P的B-A 就等于PB-PA 得到想要的结果 那我们再来看 延伸出来的结果就是 当我知道A这个事件 发生的条件 比B这个事件 发生的条件更严格 也就是事件A的集合 包含在事件B的集合里面的话 那我A发生的几率 一定是小于B发生的几率 这个描述其实是很直觉 因为A发生的条件更严格 所以它的几率就更低 这个是很直接的事情 那我们照刚刚的这个 证明的结果 就是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 事件A是被包含在事件B里面 那我B-A的几率 会等于 B的几率扣掉A的几率 如果有这个情况 那我们会知道说 我的几率 就是我们从我们前一节 1.3那一节知道 几率的条件 就是只要我们要表示成几率的话 任何几率的量测结果 它都永远大于等于0 所以我B-A就一定大于等于0 那等于就是B的几率大于A的几率 就直接得到结果 那 一般的情况底下 就是这个条件呢 假如说 如果A跟B A并不是被包含在B里面的话 这个条件并不是一定成立的 那一般我们比较常碰到的情况 可能是 A和B是两个 两个事件 它们有一部分相交 类似底下这张图 如果这个情况的话 这个条件不一定成立 底下有个例子 这例子是更极端一点 这两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 这个事件 它是完全独立的 就是完全分开 没有任何交集的 它讲的是丢一个骰子 那我们讲说 B的事件 描述的是 我骰子的点数出现1和2 那A的事件 发生的状况是 点数出现345 所以这两个事件是完全分开的 那我B-A一样 我们这两个事件 虽然在图上是独立分开 那我还是可以把它 看它的相减 就是它们两个集合的差 是在 差异在哪里 那我B-A 又B是1和2 那B-A 等于是扣掉B里面有A的部分 那B里面本来就没有A 所以得到的还是1和2 这两个点的集合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算 我B-A的几率 是等于1 3 因为我整个 呃 取样空间 是等于所有的点数都要出现 那每个点数出现的几率是一样 所以在我们前一节最后的结果 每个点数是六个点的话 那我现在有两个点 所以几率是1 3 那如果单独看 B的几率也是1 3 它里面包含两个点 所以 呃 再来我们看说 我的A的几率 A里面有三个点 所以几率是1 2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结果就不成立了 就是B-A的结果 3分之1 跟3分之1 不会等于 3分之1-2分之1 对 所以这个结果就不成立 因为 我的A并不会包含在B里面 好 然后 我们再看下个定理 就是当一般的状况 就是我的A和B有两个相交的状况 我A和B的连击 会等于我的P A的几率 连击的几率 会等于A的几率 加上B的几率 扣掉AB 交集的几率 这是更通用的结果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如果没有后面这一项的话 那这必须要是A和B 是相交集 是空集合的时候 那这个结果 其实我们画图 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就是我们知道说 我两个连击 我中间这一块 加上写线这一块 会被重复算到 所以我必须要扣掉 那我们也可以用式子来表示的话 我们写A和B的连击 我其实是可以写成 我先去求B扣掉A和B的交集 B扣掉A和B的交集 就是灰色这一部分 那灰色这一部分 那灰色这一部分 跟A的连击 确实就是A和B的连击 没有问题 那可是A和灰色的部分 的交集 是等于空集合 A和B A和灰色这一部分 是没有相交的 那没有相交的话 它们两个的连击 这一项 如果我直接求几率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分开来写 直接分开来写 那可是我这样写的时候 我又发觉说 这个结果 是等于A和B的连击 所以A和B的连击 就等于我的A和B减去A交集B的几率 直接相加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说 最后这一项要怎么表示 那最后这一项 我A和B的交集 它是被包含在B里面 所以根据刚刚我们前 前一个得到的结果 既然被包含在里面 那我相减的几率 就可以直接写成 两个几率的相减 那我最后再把这个式子 带进前面这一项 就会得到 我们最后 前面开头的这个结果 就是A和B的连击 会等于两项分别相加之后 再扣掉它们重复的部分 这是我们用式子来表示 那有这个结果 这个是两项的结果 A和B两项的结果 那如果说延伸到更多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 延伸到多项的话 如果现在有三个事件 三个事件 那会把 算的时候 算三个事件的连击 我们要把它 各项的连击先单独 的几率先单独加起来 再扣掉它们交集的结果 两两交集的结果 最后再把三个交集的结果加回来 那如果是四项的话 我们就是把一样 把独立的先加起来 扣掉两两交集的结果 再加把三个交集的结果加起来 最后再把四个的扣掉 也就是奥数项的要扣掉 也就是加了减了减了 这样重复的算 所以最后通用的式子 就是底下这一个 我们先算独立的项 加起来 扣掉两两交集 再把三个交集的加回来 再扣掉四个的交集 也就是偶数项的要扣掉 极数项的要加回来 那这个是之后我们可能会 应该是蛮好用的一个定理 就是我们算的时候 如果说算多个事件 它的交互的作用的结果的话 这时候也是蛮好用的定理 那最后一个的话 我们是看说 这个定理也是很好用的 就是我们可以 要表示某一个单独事件的几率 那它可以由另外跟其他事件的交集 那可能有一部分是这个事件的交集 跟它的另外一个事件的補数的交集 算出来 这个时候这种用法通常是 我想证明大家可以自己看 我们直接讲 就是这个其实我们画图也可以画得出来 就是我们如果画一个A 画一个B 那我A和B的交集是这一块 A和B的補数的交集是这一块 所以两个凑起来 组合起来就会是原本的A 那这种情况通常是出现在说 可能我并不知道我A的几率是多少 可是我可以知道他们单独 跟其他的事件的補数另外两项 交集的几率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反推回来 去算我原本的事件 这个并不限于 只跟B发生的状况 因为我有可能另外再发生一个C 那我们C画单纯一点 不要交集好了 D好 C不要用 那这个时候我们PA 就会等于 A和B的交集 然后还有加上PA A 这样画不太对 应该说我们要看的是 如果我这个事件是完全被 被整个取样空间 是可以切割成多个事件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多个事件来描述 就是把A这个事件 分成多个事件来描述 这个之后我们会再看到一个更确定的例子 我们现在是把一个取样空间 分成B和B的補数 那A和A对这两个交集 那A对这两个交集 相加起来 就会是得到原来的结果 那一个取样空间 可能可以是分成多个 比如说A B C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某一个特定的事件的时候 可以分别对A B C的交集 的装架起来 这个我们之后会再看到 看到的时候 再把它详细的描述一次 好 所以我们这一点就先介绍到这边 这边 这边 我们的确实 我也是 有点